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即使是在所谓经验科学当中 往往也不是那么简单的用实践来探别 而在那个检验之前 他要有逻辑假设 在检验中 他有经验事实 而对于这个经验事实 他还是在逻辑空间当中的 因为我们检验整个一套程序都是所谓在逻辑空间中的 而经验事实 它是现实世界在逻辑空间中的一个投影 而你要保证这个投影 它投影过来的数据 它确实是需要的 很可能这个一个命题错了 不是因为这个命题没得到检验 而是因为这个数据错了 这个投影过程出了问题 所以现实没有那么简单 经验事实之后还有一个 最后有一个 平凡标准 你这个平凡标准错了 也可能造成命题的不诚意 即使这个逻辑前提 经验事实 平凡标准 都没错 你这个检验 它还是一个证伪式的检验 不是一个证实性的检验 而你不可能用 而一个单独 单独数据的成绩 而就判定 整个免质的成绩 这提供过程是非常非常复杂的 但是我们很多人 这头呢 我可能比较简单 而就是说 我们那个实践标准提出来之前呢 我们这个社会都要回到这个 野蛮人那里呢 我想这个野蛮人可能区分不出这个 逻辑世界和这个现实世界 它主要 只要有一个标准 能够给他们切实可行 那就行了 所以我们就要讲实践是什么 所谓主观见之客观 那完全就是挪积混乱 好 我们刚才可能讲的比较超线 我打一个具体的例子 比如说 有加以两种方案 然后呢 哪个方案 有人说 时间前也 啊 时间前呢 这个一月份啊 这个甲方案比乙方案好 这么一下 二月份啊 也是比乙方案好一点 三月份 甲方案还比乙方案好一点 四月份 甲方案依然比乙方案好一点 到五月份不对咯 这个甲方案比乙方案差了很多 而为什么呢 这个 我们知道五月份四川地震了 那个甲方案那个实施的地点啊 不像就在四川 所以这么一震 这个结果就差了很多 然后嘛 最后的结果嘛 六月份也没回复过来 啊 反正是乙方案上出 然后这个甲方案就啊 不满意了 这个 我们遇到那个自然灾害啊 特殊情况啊 这个 这个比赛可能啊 无效 不能这么来检验 然后你方案说 时间是检验真理的标准 你们这个方案你有真的好啊 那就应该把这个地震因素也包括在内 因为中国人喜欢强变 变不过来也变 其实我们也遇到很多这种外战因素啊 外战因素谁没有啊 比如说我们曾经啊 被哪些人破坏了一下 而心中还怀疑啊 这个破坏者是不是啊 假方案那里弄出来的 这个 如果我们把这个因素排除 而你们把这个地震因素排除 而结果啊 还是我们胜出 但是这个 假方案说这个破坏因素 我也 我们也有啊 这个是不是你们以方案来破坏的 而结果这个 大家这样说啊 说到最后恐怕就说不清楚了 而既然啊 实践检验真理 而有那么多弊病 而且这个明年人都能看出来 而为什么我们还要用这样的标准呢 而因为它有一个好处 特别是对于我们中国这边啊 而因为我们中国有很多这个 不符合情侣的事情 而用这样的标准啊 那就可以不负责任 而因为任何事情啊 都可以说成是啊 实践的结果 而中国人不喜欢负责任 而是喜欢忽悠人 按天跟你忽悠 然后你把它一个一个理由反过回去之后 而它也成了是对啊 对啊 对啊 你说的对 而说的对 那你就履行自己的责任了 那它会以为啊 我已经承认你说的对了 而为什么我还要履行自己的责任呢 然后把这个东西啊 推给制度 而是制度这样 我也没办法 但是这个制度啊 没叫你忽悠 而像以前我们有一个故事啊 我们说日本人呢 这个说我们中国一个有决定在日本打头 这个老处老板欺负 哪一天啊 实在忍不下去了 跟那个老板拼命吵了一架 然后这个老板啊 以后就对他和颜乐色 啊 说这个日本人多么卑劣 而其实我们中国人也一样 而且更加卑劣的是 它外面还有一层人意道德 而我们经常说啊 是不是这样 是有一种啊 优胜劣态的机制 但实际上很多情况恰恰相反 而是劣胜忧态 而劣胜必须都远避 而为什么这么说呢 而因为啊 这个人的生存到 这个境界提高到一定层次啊 他就不想再去做 而生存斗争的事情了 而他就成为文明人 而但是很不幸 而这样的文明人呢 经常受到野蛮人的迫害 经常受到野蛮人的迫害 然后啊 这个野蛮人的迫害之后啊 就可以说啊 这个实践是检验真的标准啊 你们是被实践淘汰的 而不是受我们迫害的 而以此来啊 而退破一切的责任 所以啊 这样的标准啊 就在我们这个土地上啊 仿佛一些已经啊 这个深深的啊 扎下根来 中国人这个头脑啊 有时候我不知道他们啊 是怎么长的 而大概这个 没有一个啊 能够思维的逻辑空间 而就只会机械的比对 而比如说和土著的经典比对啊 拿这个土著的经典来 或者啊 孤立的和我们这个现实的结果比对 而也不会对这个原因做多少多么多么的分析 而因为一分析就出问题了 而所以不让你分析 而你要分析 它说你找理由 而说你抱怨 而这个一抱怨 你这个理由就好像啊 这个就站不住脚了 然后实践逻辑上 难以自圆其说的吗 而我中国人还有一招 脑残辩证法 我上次说过的 而实在难以自圆其说 而就把脑残辩证法请过来 我就想想啊 我们中国为什么能够接受啊 一些啊 国外的哲学 为什么有的哲学在中国就被拥足过 那它都是有啊 它自己的道理的 好 今天我就先讲到这里吧 谢谢